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还记得小玲在问语达第二单当中提到的抽奖活动吗 今天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抽奖时间了 一起来期待看看你有没有获奖呢 这个就是小玲花了好几天整理出来的参与抽奖活动的粉丝名单了 这些名单来自小玲玩具的各大平台 比如说有优酷 土豆 腾讯 爱奇艺 YouTube 美拍以及虎牙视频 被抽中参加我们抽奖活动的粉丝呢 都是在我发布抽奖活动之后前三天以内留言的人哦 看看 很大遗落哦 现在呢我们就来把它一条一条一条的剪下来 放到抽奖箱里吧 好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之后呢 所以可以参与抽奖人的名单已经全部在这个抽奖箱里面了 是不是很丰盛啊 由于参加抽奖的人数太多了 我们首先呢先抽出十位幸运的观众 然后呢再抽出五位 五位当中呢再淘汰两位 抽出三位 最后呢再决出一位幸运的观众 好 现在呢小林呢就把眼睛闭起来 用我的手感先抽出十位幸运的观众 一 二 三 四 活一活哦 五 六 七 八 九 最后一位 是谁呢 十 好了 这十位幸运的观众呢有幸进入下一轮抽奖 然后呢这一箱的名单就全部被淘汰了 好 现在呢把这十位被抽选的幸运观众的名单呢 放到这个漂亮的鱼缸里面再进行第二轮 第二轮呢我们抽五位 我还是闭着眼睛抽 一 二 三 四 五 最后一位 那这五位呢就是被淘汰的了 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被淘汰者的名单吧 好 我们现在呢来非常遗憾的宣布一下 被淘汰的五个朋友的名字 第一位被淘汰的是浅梦夏末 他想要的是糖果食丸 谢谢你支持我的视频 希望呢你下次再参与到抽奖当中 我相信下次呢也一定会有好运气 这一次呢是有了第一次好运气 不过呢第二次好运气没有对不对 第二个是谁呢 我们的郭奇伟 他想要的是化妆笔记本 第三位 第三位是我们的 他的ID是 IMF 他想要的是 朵朵 不好意思你 就是被选中又被淘汰了 希望下次再来参与抽奖 第四位是我们的 吴敦奇 他想要的也是 化妆笔记本 哦 化妆笔记本人气很高哦 好 最后一位被淘汰的是 我们的诗人冰 他想要的是魔法梳妆台 非常不好意思你也被淘汰了 希望下次呢再来参与抽奖哦 好 现在呢我们幸运的五位朋友 再来抽出三位 谁会是幸运的呢 一个 两个 最后一个 三个 那我们在这一轮被淘汰的两位粉丝是 第一个呢是 他的ID是 黄娇世佳佩玲 他想要的是小豆子餐厅 第二位呢 我们的ID呢是 一个电话号码 183 叮叮叮叮 2180 M1091 然后他想要的是企鹅听诊器 非常不好意思 在第二轮 哦 对 在第三轮当中被淘汰了 好 最后呢 我们胜这三位幸运的朋友 这三位当中呢 最后要抽出一位幸运的大奖 最后一位幸运的观众已经出炉了 非常遗憾的来宣布在最后两轮被淘汰的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位是ID非常可爱的小软糖 他想要的是美甲包 还有一位 他的ID是我们的陈小柔 他想要的是混合薯片Pizza DIY 非常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呢 也被淘汰了 好了 那最后就是我们 这一位幸运观众了 今天呢 他就是我们 抽奖活动的大赢家了 我们来看看 他是谁呢 他想要的礼物又是什么呢 我也很激动哦 哇 我已经确认了 我已经确认了哦 是不是你呢 他的名字是蔡慧琴 他想要的是美甲包 恭喜我们这一位幸运的观众 在众多的朋友当中呢 脱颖而出 那小林呢 就会亲自购入美甲包 发送到您的家里面去 记得收货哦 好了 刚刚当选的朋友呢 请记得把你的 登录画面的截图 以及英文地址 电话号码 还有收件人的姓名呢 发送到下面这个邮箱哦 不要忘了 因为呢 小林会亲自呢 在韩国采购 然后呢 从韩国发送到您在的地方 所以呢 一定要记得是 英文的地址哦 由于呢 这一次参与抽奖活动的人数很多 所以呢 小林决定 在下一次的抽奖活动 当中呢 我们将抽选 三位幸运的观众 以后呢 会越来越多哦 不过呢 参与下一次抽奖活动的朋友 必须要具备两个资格 第一个是呢 我将在订阅的粉丝当中来抽选 第二个是呢 在抽奖活动发布的 当天留言的人当中呢 来进行抽选 不要忘了哦 那我们下次的抽奖活动 期待你的参与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